美国总的拜登将在下个月7号到10号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G20峰会 讨论焦点包括对抗气候变迁、全球经济、俄乌战争以及打击贫穷 苏利文表示中国一带一路的贷款是强制性不可持续的 和高效且透明的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完全不同 拜登在新德里的提案将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增加2000亿美元 提供中低收入国家贷款额度 其中500亿来自美国 8月27号到30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 除了和中方官员会谈也有机会跟美国企业领袖对话 美中在台湾南海人权及恶物战争存在分歧 而在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 房地产市场危机扩大 出口下滑 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人民币贬值 雷蒙多访问中国也显示 面对经济危机的中国愿意搁置政治分歧 和美国针对经济议题进行接触 TVBS新闻佳辉 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nvested 感谢观看